中国独协的纪律 严重违禁 我说杀无赦斩立决 那么您又说有个别队员好像发挥的不太正常 能否说出是哪几名队员吗 三号随哥 活该 我告诉他们他们是可以这么慢 他们可以卖下课亲人 谢天谢地谢人 中国继续没劲了 现在接到这个就是指导下课这个通知 我听说了 什么心情啊 天亮了 散有散报 热有饿报 我就说一句 这个球献给那些 比较喜欢落井下石的记者 让他们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安全一点吧 终于成了改写中国足球历史的英雄 散有时代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确实是不多了 不要放弃 后边还是有机会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够了 中国队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 他们也计划 他们是比较多了 我们的队 如果我与众员的队员 我们的队员 就不想拆了 我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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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闪闪 我们前面讲的 我昨天买的票 对不起我们 对不起 傻屁 你先去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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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三个傻的 跟我一起去 你先去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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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水平有进步 但是足球场上 黑暗的东西很多 今天这场比赛 第一 我们俱乐部 会向中国足球全力胜售 第二 建立中国足球目前这种现状 搞足球 怎么搞 我看中国足球也不会吧 也从足球 因此万大集团今天正式宣誉 今年职业联赛结束以后 我们永远会去足球 以示对中国足球 随便的东西的抗议 好 去了 不 我们不搞了 忘了拿去 放车 明年肯定能有 没事的 你刚才说对国安还有信心吗 有信心吗 没办法 对方 对方就这么踢那怎么办 没办法 根本不是现在 现在足球的发展趋势 现在足球发展趋势有这么踢球的 没有这么踢球的 对方是一个人最后边 没办法 本届是这边最让你看着 喜欢的球星 我们说什么 球星 个人能力的话 还是 内希应该是最强的 对菲罗尔海东有一个评语 说最多三年了 对 三年 他没有任何的 比这些 比如说 商业化 比那些 今天咱们看见了 谁强一点 比如说比 克罗泽 比鲁尼 比这些人强 没有任何的 没有